問題就是我們注目在怎樣死 還是怎樣去作辯證 就是我們注目在死了 我被人捉了怎麼辦 這是我們在一個方面的預備 另一方面就是預備 怎樣能夠在那個時候作辯證 還有現在這麼多基督徒都以為 災前被提 我們怎樣可以影響他們 首先我覺得有保留的心智要求 就是怎樣 我覺得要求保留的心智 就是受苦的心智 我不是說這件事是 我覺得保留怎樣可以處悲賤 處富足又可以這麼輕散 又可以這麼喜樂 他在監牢裡面仍然可以敬佩美上帝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我們可以去學校他 就是在艱難這一刻的日子裡 我們怎樣跟神連結 沒錯 現在要建立跟神有關 這個一定的 這個一定的 是啊 一定的 就是有些不怕死 一定是有這些 一定是有這些 我覺得是要求的 不是說我要有就有 是要求神 就是聖靈的同在 是啊 很大的臨在 但是這件事都必然我們建立了關係才有的 不會說你不建立關係到時就會 能夠有這種力量 所以耶穌在馬太24章 是講到那時 必有許多人跌倒 並且要給一支陷害 給一支恨戶 就是說呢 他們本來不是陷害的 就是他們跌倒之前不是這樣 然後他們會陷害基督徒 就是說呢 他本來是基督徒 他跌倒之後會陷害基督徒 就是說我們會到時見到很多你認識的基督徒 或者甚至是教墓 或者甚至是教墓 他們跌倒 離開神 所以這個預備工作是不是都要很大的 是啊 第一就是跟神關係好 第二呢 作見證 是的 向人作見證 也都幫助眾多人預備好 預備耶穌的回來 預備大災難 現在打算大災難是一個見證的時刻 Amen 很多人就打算怎樣 一日就快點死 一日就是不死 一日就是 總是打算怎麼辦呢 那種的心態 但是耶穌說什麼呢 當你日子臨近 你就挺身昂首 在路教坊那裡講到 就是在這個時候呢 他說 我們聖個魔鬼是靠 因羔羊的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度 不過我只是說 現在預備 有幾個預備 我們不如數一數 第一一定要自己和神的關係密切 還有 還有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 可以經歷到聖靈的能力 為什麼呢 當你很煩 或者被人打的時候 你祈禱可以有力量 所以 祈禱經歷到聖靈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祈禱會感覺到平安 興省能力 那麼 在這個時候呢 當你很慘的時候 很被人打的時候 你一路就是拔著耶穌 而可以經歷到神 這個是得力的 很重要的 第二呢 都是留意聖靈的感動 因為聖靈到時候會指教我們當時的話 有些人直接不相信聖靈會跟他說話 那麼他到那時候受迫巴 聖靈跟他說話 他會害怕的 這個不是聖靈 這個是邪靈來的 那麼他也不認識 是的 所以是要學習 而太多教徒是不相信的 我曾經親眼見到一個 傳統教會的聚會 有一個因為我在那裡教導 有一個信徒問一個牧師 他說我會祈禱 有時候我聽到耶穌跟我說話 他說這個不是耶穌 耶穌不會跟你說話的 就是那個牧師就這樣回答他 就是他直接不相信這件事 所以這個是我們需要預備 好了 這是第一 好了 第二講到家人 戴討 家人 就算我小時候 是不是可以都讓他知道這件事呢 可以 絕對可以 有一天 如果我被人打 被人殺 被人迫害要拜壽的時候 就說 如果你不想你媽媽你爸爸被殺 你就要拜了 那你問他怎樣做 你就不是強迫他 而是問他怎樣做 那如果他能夠 明白到這件事預備好呢 他就到了那時候 他就會站得穩了 嗯 而我們也是有這個心態 因為呢 死了就是上天堂的 嗯 還有一件事呢 有一個是一個鼓勵 對有些人不是鼓勵 有一個鼓勵是甚麼呢 人受苦 不會受苦很久就會死的 這個是 這個是鼓勵來的 為甚麼呢 你不會受很久很久的苦 你會 即是你不頂得住的 可以在那時候求神 給力量 給額外的恩典力量 但是呢 就不是說 譬如不會一路折磨 一路折磨下去 你也可以 也都可以求神 將我們接近我們的靈魂 所以呢 當你被人天天打的時候 天天打的時候 你說呢 神啊 你有方法的 你一定有方法的 而那時候我覺得 神一定會跟我們說話 是的 所以 所以是需要有這些的教導 幫助家人 也都有一天 當你見到你的親人 他用折磨的方法的時候 我們都是堅信 耶穌掌權 耶穌掌權 和我們在那時候讓步 神是喜悅 和我們到時會經歷到一種額外的恩典力量 我覺得當時耶穌會跟你說話 所以聖靈一直跟你說 你不用怕的 我在這裡的 我在這裡幫著你的了 你不用怕的 千萬平凡 也都可能 他打你 打極你都不痛了 或者可能 我不知道神用什麼方法 所以我對於大災難 是有好奇心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我是想 我是想經歷一下大災難裡面 經歷一下大災難的困難 看到神的恩典 原來我重點看到神的恩典 但我都覺得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就不要注目在死了死了 怎麼辦怎麼辦 而是我們注目在我們今天可以見證什麼 其實我 真的很想幫更多人用聖經去看 大災難的時候 被提的時候 但他們就 似乎沒有興趣 但是你們如果 我會將今天 我講過的片段 關於災後被提那裡 因為這次是很濃縮的 那個濃縮的板背又再 弄了出來 我傳給你們 你可以傳給你的朋友 去看看他們怎樣 鼓勵他們 但是你很難收到正面的回應 因為我試過傳給不同的人 差不多沒有人 即是說 改變了 極難極難改變 因為他受落了 他覺得 他覺得 有不同的看法 你是一種看法 我會回答他 會不會 聖經有幾種看法 即這個被提的時間 有不同的時間 有些人就說 有兩個不同的被提時間 不過從聖經是沒有的 因為保羅要等到 耶穌回來那時候 先 那有誰可以比保羅 你們這樣想 所以我希望大家心理準備 和家人準備 和自己熟悉聖經 譬如我講了幾點 你可以回去看Facebook頁目 那裡可以看完 你可以寫下那些經文 記錄那些經文 放在記憶裡面 不是難得不得了的 你不用念整個經文 但是你知道 知道什麼 貼後二章一到八節 是講到 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聚集到他那裡 就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就是一個經文記得 第二個經文 貼前四章 十六到十八節 就講到 主降臨 有天使長的聲音 有浩童的聲音 然後看主裡面死的人 就復活 然後我們就一起被提到雲理 在空中與主相遇 同一齊 另外就是臨前 十五章 五十二到五十四節 就講到 這個末次浩童的時候 死人要復活 必死的變為不死 那要變為的原文是必定 必定 一定會 那個字在原文是必定會 那些必拿壞的會變成不拿壞的 而在貼前十四章 就講到 我們復活的時候 就是被提的時候 所以這個改變形象 就是這個被提的時間 這幾個經文 和馬太二十四章 這幾個經文 你記得大的意思 你都可以跟別人解釋 不過有些人堅持 不肯相信的時候 你說 你慢慢思想 其實這件事 當你信錯了的時候 你沒有預備好呢 也有其他人以為災前被提 那到了災難來的時候 忽然站不穩 就很多人跌倒 是很多人跌倒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責任去傳開 我突然間覺得 其實不是突然的 之前我領受這個議帳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代土 因為很少 就是我領受 其實神和我說 很少基督徒 去圍盡末後的世代 那個預備的心志 以及如何去預備這兩件事 要祈禱 就好像要聚集一群基督徒 或者我們一群人 要去為這個時間 就是如何去挽回一些基督徒 來祈禱 是 所以我們 由祈禱 為代土 由自己祈禱得力 是 由求神給我們智慧聰明 每一個都成為精兵 Amen 有些人一聽到那些經文 哎呀 它很長啊 很多啊 哎呀 要這樣想 那又變成沒有興趣 我自己真的不斷找 不斷思想研究 那我 我一方面我看到有些人說的 不過是 我沒有看到有人 將這五點這樣綜合在一起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用時間去思考 而備好事情 那麼《易經》《識經》很重要 是的 《識經》 我都遇過很多人說 為何你這麼固執 為何你這麼執著 那我說《聖經》講了 為何不是 就是《聖經》講的 我們跟從《聖經》嗎 《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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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